我現場大概有算一下 我現場有仔細的算一下到底有多 我現場有仔細去數一下到底有幾個LED在面板上面 大概30x30公分就是整個面板 我現場有仔細去數一下到底有多少的面板 每一個面板上面到底有幾個點 所以我看到我們是由30x30公分的面板組成 現場有認真的去數一下到底有幾個點 然後有多少的面板在我們背景槍上面 他們是由30x30公分的面板組成 每一個面板就是1萬個點 就是30x30它是100個點乘100個點 所以就有1萬個點在上面 那一片30x30就有1萬個點 所以我們的小棚大概有 所以我們的小棚 所以我們比較小的那個 我們比較小的那個虛擬攝影棚 它就是1350萬個點 那我們那個小的 那我們有一個小的虛擬棚 它 那有一個小的虛擬棚 它就是1350萬個點 這超多點 就是你電腦要運算非常非常多東西 那我們那個大的棚呢 就是超 那我們那個小的棚 那我們那個小的棚 我們就是有1000 那我們那個小的棚 那我們那個小的棚 三面加起來 那我們那個小的攝影棚加 那麼小的攝影棚 那麼小的攝影棚 那麼小的攝影棚三面加起來 就1350萬個點 1350萬個LED在你的背景後面 真的是電腦要運算非常非常多東西 那重點是大的那個攝影棚 大 所以加 加起來差不多 所以三面加起來 所以三面加起來 差不多就3500萬個點 3500萬個點 這是大概算 那大的攝影棚 那大的攝影棚 它三面加起來是1 那大的攝影棚 那大的攝影棚 三面加起來 差不多是3500萬個點 大概啦 但是就已經非常非常多 那這些東西要運算 真的是需要非常非常厲害的電腦 但是這幾千萬個點 但是這幾千萬像素的背景牆 理論上是沒有電腦可以去運算即時的每秒30格 或者甚至是每秒60格的影像 所以我們拍攝就會有 有一點像是VR的HTC VIVE的VR Tracking 它就會有一個追蹤控制器 然後各種的感應裝置 讓你相機上面 但是我 但是應該 但是應該沒有任何的電腦 但是應該 但是應該 但是目前應該是沒有 但是目前應該沒有任何 但是目前應該沒有這麼多的預算 可以去省出一個可以即時運算出所有 但目前因為可能是省錢吧 但是因為 但目前應該是 目前的技術應該是為了省錢 所以我們就會有一個VR Tracking 但是目前的技術應該是為了省錢 因為 但目前的技術 目前的電腦就是因為可能運算 VR Tracking 所以我們整個攝影棚的背景墻就有好幾千萬像素的臉 所以我們整個背景墻就有好幾千萬像素的臉 需要去電腦運算 而且是即時的運算 每秒30張 甚至是60張的影像 我相信應該沒有這麼樣的電腦 可以 讓這些攝影棚去使用 因為如果要這些電腦 應該就要非常非常天價的電腦 才能去運算 每秒幾千萬像素 然後又每秒30 甚至是60格的影像 所以解決方案 就是我們有HTC VIVE的追蹤控制的 所以解決方式就是 所以解決方式 所以解決方式就是我們有HTC VIVE 所以解決方式就是我們有HTC VIVE 所以解決方式就是我們會有HTC VIVE 就是像是VR裝置的遙控器 然後各種的接收裝置 然後 所以解決方式就是我們會有HTC VIVE 有點像是VR的遙控器 然後我們有各種 解決方式就是有 解決方式就是我們有 解決方式就是我們用HTC VIVE 解決方式就是我們有HTC VIVE 固定在相機上面 各種偵測的裝置 解決方式就是我們有 HTC VIVE 裝在相機上面 進行矯正 解決方式 解決方式就是我們 解決方式就是我們手上會有 HTC VIVE 的一個控制 解決方式就是我們有 HTC VIVE 的一個控制 遙控器 解決方式就是我們 解決方式就是我們相機上面會發一個 HTC VIVE 有點像是一個遙控器的部分 然後旁邊就放各種 解決方式就是我們 解決方式 解決方式就是我們 所以我們就會使用 HTC VIVE 的一個 所以我們就會使用 HTC VIVE 就是我們那個 VR 有點像遙控器的東西 然後我們就把它綁在相機上面 然後各種的感應器 來感應說我們這個遙控器 在這個環境中怎麼移動 然後我們的角度是怎麼樣 然後搭配我們輸入的鏡頭焦段 跟我們的鏡頭 VIVE 傳輸給電腦的 我們相機的位置 然後來算出說我們到底 需要運算出多大的背景 這聽起來還蠻複雜的 但是我沒有辦法跟大家分享 我們實際畫面 就大概在仔細 所以我們就使用 HTC VIVE 的 所以我們就使用 HTC VIVE 的遙控器 然後就把它塞到我們的相機上面 然後我們旁邊就有各種的感應裝置 就是來感應說這個遙控器 這個相機怎麼移動 然後它的角度 還有我們鏡頭焦段也輸入給電腦 讓 VIVE 即時輸入相機的位置資訊給電腦 還有我們的鏡頭焦段給電腦 來運算出我們只需要運算出來 所以我們就使用 所以我們就使用 HTC VIVE 的 AIR 所以我們就使用 HTC VIVE 然後有點像是把那個 VR 的遙控器 把它綁在相機上面 然後讓感應器去感測說 我們這個遙控器在這個環境中 如何移動 如何的 怎麼樣的角度 如何移動 它在前面 所以我們使用 HTC VIVE 的 有點像是 VR 的遙控器 然後我們就把它綁在相機上面 然後旁邊有各種的感應裝置 我們就可以有即時的追蹤說 我們的相機如何移動 在空間中 是在左邊、在右邊、在前面、在後面 然後我們再輸入一下 鏡頭的焦段 我們就可以即時運算出我們只需要 What the heck 所以我們使用 HTC VR 所以我們使用 HTC VIVE 就是它有一個像是 VR 遙控器的東西 然後我們就把它綁在相機上面 那旁邊有各種的感應設備 來感應說我們的相機 在這個空間中如何移動 就是我們相機的位置在哪裡 那我們也要順便輸入一下 我們鏡頭的焦段 讓電腦去運算 所以我們在拍攝的時候 就 VR 會傳輸我們的相機位置資訊 即時到電腦 然後電腦即時運算 然後再顯示到我們的畫面當中 然後我們只需要運算出 我們需要的焦段的框框就可以了 我們不需要整面的大片的螢幕 給它運算出來 因為這樣會消耗太多太多的運算資源 這樣會消耗太多的運算資源 很可惜我沒有辦法 就是直接給大家看說 到底長怎麼樣 反正就是我們只算 我們需要的大小就可以了 不會整片全部都用最高的解析度去 即時顯示啦